前面 夜内援军已经到了 我们得赶紧撤离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 我们得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那会儿伤亡很大 我们的目标是风影计划 不是消灭特战队 强退 凌队长 接着命令 撤 全力撤 敌人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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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 敌人的敌人 敌人 至少 是野军 敌人呢 该死的敌人还抓了炸弹 死了 行走 现在可以 好了 这离租界已经不远了 人都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我们就在这儿分开吧 好 那我们明天再会合 在渔苑路见吧 那儿有些资料也许能用得上 撤吧 走吧 这一让下来啊 上海战则腾顺之一下 对你都是钦佩有佳呀 钦佩什么呀 这都有赖于大家配合得好 要我说啊 配合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 一直按照我们计划的行动 李老板 你以前可不这样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谦虚了呀 可惜呀 那个林队长没听见 要不然会对我们的李老板 更加青睐呀 有道理就知道贫嘴 我发现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是不是都特别爱穿这身衣服 不舒服 不爱穿还不赶紧回去 赶紧脱起来吧 难受死我了 西野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明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为什么会一拜徒弟 报告当作阁下 敌人占据了有力敌刑 与我们进行对峙 我本来想到他 宗原部队到达之后 才对他们发起进攻 没想到 他们却从我们的背后 对我进行突袭 背后突袭 难道你们都是瞎子 没有看到敌人从后边过来吗 他们身处警察制服 烧兵以外是前来增援的部队 没想到竟然是敌人 李远军 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 如果警察中有敌人存在 那么对我们的危险 是不容低估的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会去详细地调查清楚 我先告辞了 你的部队 为什么毫无疏忽 大佐阁下 敌人在路上设置了雷区 我们只能绕道而行 当我们赶到时 敌人已经逃脱了 辛苦忙活一晚上 还找我们来问话 这不折腾人吗 对了 你知道到底出什么事吗 我听说是 酿酒厂那边出了问题 被询问的兄弟出来说 有警察袭击日本军人 这不正调查到底是谁呢 酿酒厂 昨天 颜队长不是把巡逻兄弟 调走了吗 所以说 特高科这次 不但是询问我们 还点名道心 让颜队长必须过去 颜队长这次 局长 太军 你就是颜小丽 是 太军有什么吩咐啊 颜队长 松本中尉呢 是来调查 昨天晚上警察局的 执勤情况 您可一定要 一五一十地回报 千万不能有半局许愿 局长您放心 我肯定实话实说 昨天晚上 是你调走了李师娘 就场周边巡逻的警察 是啊 这值班记录上都写着呢 你为什么调走那里的警察 太军 您听我说啊 昨天火车站来了一大批的部队 这个所以呢 调配我们这些警察呀 过去维持秩序和安全 局长你也知道 咱们局里呢 警察人手确实不够 所以呢 我只能从其他地方 去调配人员的 太军 不仅仅是那些酒厂的人哪 还有那个 其他各地方巡逻岗 我都一并调到火车站去了 可是昨天就在那里 发生了警察袭击黄军的事件 那些警察 是怎么回事 不是 太军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 可不能乱说啊 这 我们手上端着的 可是黄军您给的饭碗 我们不敢袭击太军 我们不敢袭击太军的呀 还有 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 没这胆 没这胆啊 好了好了 宋本中尉 你看啊 我们警察局对黄军和新政府 那可是一直是忠心耿耿啊 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吧 你看 您从昨天调查到今天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吧 我觉得 颜队长说的 是有道理的 你想想看啊 这肯定是 假扮警察的人 对黄军进行了袭击 这简直就是天理不容啊 他怎么能这样做呢 索门主尉 您要是相信我的话 您可敲了 今天的调查 不是说忠诚的问题 如果你们真的是忠心耿耿的话 就应该帮助我们 救出早在暗处的敌人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宋门主尉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是很痛心啊 不过您放心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将这些不法分子 绳之一方 走 昨晚的工作还顺利吗 您都把事情安排好了 我只是照章办事 不过现在军方越来越把 这些复杂的事情 推到我们这边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 他们越依赖我们 越显得我们的重要性 如果人手不够的话 从各部门抽掉 放心 这个我会安排 昨天晚上听说 有人袭击了 我们以前的酿酒厂 是田中行医 征调的那个酒厂 是 据说守卫部队伤亡很大 但袭击的人 却一个都没抓着 全部被他们跑了 处长办公室 稍等一下 风暴商行的许老板 想要见你 好 刚好要找他商量一点事情 让他上来吧 好 让他上来吧 二少爷 大嫂 大嫂 二弟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我正要给你送早饭呢 我大哥呢 他自从接了司令部的差事以后 每天都早出晚归的 他可真是尽忠职守啊 难怪那个 什么将军特别器重的 你可别这么说他 他都说了 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伙 唯有不出错 才能应付得下来 不聊他了 大嫂 你帮我开一下书房的门 我拿个东西 你要找什么 或许我能帮上忙 我自己来吧 那好吧 方怡 你 嫂子你去忙吧 我自己找就行了 好 二少爷 这书架赏灰多 还是我来吧 不用 我一个人就行 大少爷 最烦别人把东西搞乱 要不我在这儿等着 您找完 我立刻把书房收拾好 算了 让子牧一个人在这儿找吧 就算把书房弄乱了 子航也不会怪到你头上的 我大嫂收得对 大哥要是生气 让他来找我好了 方怡 你跟我去套制衣房 上次做的那件衣服 尺寸有些小了 走吧 好 我要做只达楼 徐老板 说起来咱们俩 也算是患难之交了 你放心吧 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的 谢谢李处长的信任 您放心 我一定会按约定 准时把粮食运到 好好好 魏平 处长 那具体的事情 让魏平跟你交接一下 好的 那我就告辞了 好 再见 再见 徐老板 这边请 好好好 来 萧嫣 萧嫣看看 萧嫣 萧嫣看看啦 来 报言 好 好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没有 萧嫣 一切都正常 萧嫣 来 拿报言 谢谢 萧嫣 萧嫣 萧嫣要啦 萧嫣 林队长 好消息 你怎么这么一大早来了 我很方便 直接把第二行动小组 派给您指挥 他们应该下午的时候 就回到修车行找你报道 怎么 你不高兴吗 其实除了这份电报之外 我还收到了一份 沈处长的密电 沈处长有特殊的交代 说我们最近 虽然有了一些成绩 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没有触碰到 风影计划的核心 总部那边风言风语 沈处长的压力也很大 如果失去沈处长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地困难 记得上次马站长指挥 我们差点损失巨大 马站长这些人 整天就知道高薪斗小 争权夺利 对底下兄弟的死亡 完全不在乎 不要老出去乱说啊 要是被马站长听见 把你调回武汉 可有你好受的 我有分寸 大佐 敌人虽然袭击了 酒窖入口的士兵 但是里面的警戒人员 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也就是说 敌人没有进入到酒窖的内部 或许吧 但是 我们不能排除 敌人已经清除酒窖的运退 看来敌人这次的行动 充满了复仇的味道 敌人 我也有同感 我们之前 给他们服寄了很多次 都给予了他们重创 这回他们 一别知道还之彼身 也算是扳回了一程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请大佐各下明示 敌人既然 已经发现了酿酒窖 那么 我们就不必再过度掩饰 命令聚水的部队 要加强警戒 不要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际 另外 告诉其他地方的试验室 还有原料库 要更加秘密行动 是 手下明白 马上去安排吧 是 陈一哥 新花 新花嘞 娘娘 您不给花药吧 来 谢谢 卖花嘞 卖花嘞 把事情做完 等一下 新花又了 卖花嘞啊 来 先生 要点 给我来一束玫瑰 搭配得好看一些 好 您稍等啊 您的花啊 好 工长了 谢谢啊 去健安医院 好的 快 来 卖花嘞啊 来 看一看 看一看 快点 看一下 来 停 到了 给 谢谢啊 好的 你在那边等我一会儿啊 好的 你怎么过来了 你怎么过来了 来给你送花呀 作为上官晋云的男朋友 总不来看你 不让别人笑话的 又扯远了吧 不是约好了在于原路见的吗 我当然知道 只不过有人跟踪我 所以我得改变路线 有人跟踪你 谁啊 芳姨 她又开始对我感兴趣了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是啊 她之前通过特高克 抓捕成名 却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看来她还是不甘心啊 你总是早出晚归的 难免会引起她的猜测 下次出门的时候 小心一点 我知道 对了 我想先去徐海峰统治那儿 汇报一下情况 她上午外出了 下午才能回去呢 那我们就先去于原路 凌叉会等她跟我们会合 好 你先过去吧 我收拾一下再过去 芳姨现在可能还在外面呢 最好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好 红包车 先说车就慢点 去于原路 好 好 黄包车 快 来来来来 快 跟上那辆黄包车 好嘞 来来来 孙本主委对警察们继续了询问 排除了警察内部人员 参与袭击的可能 我还是认为 我们要加强对警察的管理 他们的服装从什么地方来 他们怎么知道 这个区域的警察被调走了 在证明警察内部 有人再给他们提供消息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 但我们目前正是吹人手的时候 如果全面进行调查 必然会造成警察局的混乱 我记得你的难取 虽然不信任他们 却不得不依靠他们 来维持治安 既然这里已经被发现了 我记得已停中去 另外找安全的地方 把原料转移过去 嗯 在我们的控制区域内 很难再找到一个 和系的地方 这里已经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谢谢 都走 都走 你日语从哪里学的 跟我家佣人 你们家的佣人是日本人 你别看这小子其貌不扬 他可是个华侨 刚从美国回来参加抗战的 我这不算什么 沈飞 那可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 还得过射击比赛的冠军 家里的生活呢 在香港也是非常地优越 这不抗战爆发了吗 也就回来参战了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既然回国 为什么不参加 国民政府的军队呢 我们去过 不过后来走了 为什么 这个问题吧 新训营的军阀教官 应该会告诉你的 你们当时是跟李子牧在一起 是一个新训营的战友 现在你知道我们 为什么会离开了吧 是 大家都是为了抗战而回国的 可他却在那边 苛叩军想虐待士兵 这样的军队 不是我们所向往的 在我们的军队里 这样的人 并不多吧 是吗 我们申诉过 可上级军官的态度啊 让我们更加失望 前面停下 来 工长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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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医好像还跟在我们后面 他可真有耐心啊 得想个办法把他甩掉 不用那么刻意 他一会儿得去买菜 没有太多时间 这些水果你喜欢哪个 你那么有钱 多买一些喽 你这有点吃大户的意思啊 老板 这梨跟苹果 给我各拿两斤 好的 你真买啊 太太看一下 当然 新鲜的 别忘了 今天我还有客人 太太 这个 还有这个 好 来 来 他走了 李子牧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 对于不守时的人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等了 子牧是一个从来不爱迟到的人 他今天之所以迟到肯定是遇到事情了 你们要不要再等他一下 没有这个必要了 他如果来的话 让他直接到孙济修车行找我们吧 那也好 我送你们出去 我说你怎么会迟到呢 原来是跟上官小姐在一起啊 我是出门的时候被人跟踪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林小姐不会因为这个生我气吧 被跟踪还有时间买水果呀 买水果是为了做掩饰 怎么 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跟踪我们的是他家的佣人 我们也是要在他面前做足功夫 再说了 他也是为了不引起大家怀疑 才去医院找我一起过来的 剩下的话 我们进去再说吧 咱们这么多人站在这儿 来来回回都是人 很容易引起怀疑 对 林小姐 请吧 你找图纸还是挺迅速的 酿酒厂是我们家的产业 父亲在世的时候 习惯把图纸在家里备一份 我大哥接手以后 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 既然你这么熟悉 那有什么好办法吗 通往酿酒厂的通道 只有这一条 那天我跟沈飞进去过 也看见了 日本人的防守很严密 经过这次袭击 他们的防守会更加严密 所以 我们在上一次行动的时候 就应该对里边加以破坏 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现在看来 我们已经错过了 最佳行动的时机 里面储存的是化学原料 如果真的是 制造毒气的剧毒物资 如果我们贸然地进行破坏 会对周边的老百姓 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不能治老百姓的 安危与无辜 可日本人正在用这些原料 制造对中国人 伤害更大的毒气 孰轻孰重 你们应该分得清吧 我们当然分得清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可能做 伤害自己同胞的事情 即便是困难重重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 最为妥当的方法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在不伤害老百姓的前提下 成功地毁掉这些化学原料 你有什么办法吗 本来我是想通过 利用酒厂的排水系统 把附近河道的水引进来 在爆炸的同时 用水吸食这些化学液体 那现在呢 拿到图纸之后 我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 因为酒窍排水的方向 并不是通向河道 而是通向旁边的一个沟渠 而且最关键是酒窍内 也并没有排水道 而是挖了一个渗坑 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自己挖一条水道 直通酒窍吗 距离太远了 而且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活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 根本完不成 半个月的确太久了 估计到那个时候 田中心仪都已经带着他的部队 离开上海了 既然都没有办法 那我们不如先放弃这里 腾出精力来 来寻找其他实验室的所在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计划 但是敌人那边 对上海市区的管理 松懈了许多 我们可以先把监视点 恢复起来 然后密切关注 田中心仪的动向 说不定 能从他身上 找到一些线索 田中心仪知道自己的身份 已经报复 必然会更加谨慎 继续监视他 恐怕不会有什么收获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我在想 是否可以对之前 认为有疑点的地方 进行侦查 即便没有收获 也可以逐渐缩小排斥的范围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要尽可能多地 了解敌人的动向 但是第一步 还是要恢复监视点 你回去马上安排 这些情况 我会向徐海峰同志汇报 一起商量一下 下一步该怎么办 好 我们回来之前 你们三个在这待命 走吧 走 好 最近 霍柴河有没有消息 自从车上出事之后 就再也没有得到 他的任何消息 依我判断 霍柴河应该是想保全自己 暂停了与我们的情报来报 上海接二连四地 发生袭击事件 我们特高科 必须要做出反应 给火柴河回电 让他马上给我们恢复联系 是 看来是特高科 对火柴河产生疑虑了 把这些情报通知给凌霜 火柴河对我们 还有很大的用处 只要能够解除特高科的疑虑 哪怕是付出一些牺牲 也是值得的 是 我马上就去发报 好 去那边看看 有情况 我 你要干什么 这不是前段时间一直锁着吗 我看现在有人了 进去查看一下 你还没受过日本人的气 咱们这拼死拼活的巡逻 这什么好处得不到不说 还被日本人当作奸细 审查了半天 可万一要是咱们下去出了问题 那不就麻烦了吗 最多脱了这身警服 他们还能把我们怎么着啊 行了 行了 多一室不如少一室 咱们把这件拆是 硬不过去就行了 走吧 你说得也有道理啊 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的 要不咱们看看去吧 走走走 你等等我 你等等我 你赶紧向灵队展汇报 扎北区二号监视点 设立完毕 是 您好 孙继修持航 好 我知道 扎北区二号监视点已经恢复 嗯 虽然之前酿酒厂的计划出现了问题 但是李子慕的安排确实有效 警察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 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酿酒厂计划没有办法继续 就算之前再完美 那也是完美的失败 错误在所难免 李子慕他们也是一番好意 你看 下一步 我们应该仔细观察这个地方 队长 急电 沈处长说得没错 火柴盒现在对我们非常重要 即使这样 兄弟们的性命 也不能白白牺牲了 这件事情我来做 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放心吧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 现在真的是无计可施 是 如果我们重新调整方案 绕过酿酒厂 直接找他们的核心实验室呢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 我本想通过 破坏他们的原材料仓库 逼他们露出马脚 现在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 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东西 这是什么 现在酒厂的位置 原来是一个玻璃加工厂 你的意思是说 在建酒厂的时候 他们只是把地面的建筑给拆了 可是地下的滚网 他们只是进行了改造 那按照您的说法 这条银水渠依然存在是吧 当然在 只是把进水口给堵了 这个位置离酒厂很近 开挖的话 两天时间应该够了 你们做要两天 要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恐怕一天就足够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 已经找好人手帮我们了 当然 周城同志会跟你们会合的 具体情况 你们见面以后再商量 火柴和解释 因为上海站内部管理愈发严格 很难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难道这次依然没有任何情报 那倒不是 他们提供了一个 上海站内部的联络站点 那我们直接派人去监视就好了 没有必要直接动它吧 不 火柴和的忠诚与风 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你马上带人去捣毁这个窝点 以确保情报的真实性 我去安排 唐组长 怎么样 所有布置都安排好了 另外 监视组的人传来消息 特高科的人已经出动了 知道了 跟弟兄们说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 是 不准擅自行动 走 你们准备 快去追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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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喝着啊 客官 来 里边请 好 好 来 请 来 从这儿 打一个三米深的竖井 然后向东北偏十五度 打横井 记住 角度千万不能偏 明白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这要是我们打 就直接斜着挖下去了 那样会很容易塌方 而且会偏离位置 对了 您别忘了 还得挖一条通道 通往酿酒厂里面的排水沟 放心吧 我都记着呢 测量完毕 从咱们门口的排水沟 到对面酒厂大门 总共是八十四圈 总长度为一百六十八米 这些专业的事情 我就不参与了 我去那边看看 接着干活吧 沈飞 店老板转移了吗 我已经找人 把他们送到车站了 这个时候 估计已经离开上海了 还是许老板考虑的周全 这样一来 即使日本人以后追查起来 也不会连累到无辜的百姓 没错 这里面大概什么时候完工 周城说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中午 什么时候动手 明天晚上 但是届时 我们要在其他地方 对敌人进行一次行动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估计不行吧 明昊和安生要留在这儿 就咱们两个人 很难做到 确实 我得去找趟凌霜 让他们协助我们 看他早上那态度 估计是不能答应 你不了解他 这个女人外冷内热 你好好跟他说 他肯定会答应他 再说 他还欠咱们这么多人情呢 看不出来啊 你这么了解他 行了 跟我一块去吧 行 那你们干嘛 两位客官 慢走您的 有没有样子 以后干脆开个茶馆得了 那你看 做什么就得像什么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我都招待好几位客人呢 我跟沈飞出去办点事 你保持警惕 有什么情况 随时办案好 phrase 这首歌 操作吗 飞出去 sting 从夜色中走来 带着坚定的步伐 从黎明中走来 带着尘土和笑颜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很无忧的相遇 愿意河上雨雪的真传 从黎色中走来 潜伏着特殊的使命 从清晨中走来 带着初遥的微笑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很无忧的相遇 愿意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看啊 我们的队伍是那么的规伍 看啊 我们的脚步是那么的坚定 为了真意 为了表皮 我们必须阵阵的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